高雄市奇山山路弯弯曲曲的 最近三晶半夜都会有二三十台的改装车在那边飙车 那么车主是讲说 这车子改装之后六秒钟之内就可以加速到一百公里 但是三晶半夜噪音真的很吵 附近的居民觉得简直是睡在赛车场里面 而且山区弯道大将飙车容易发生意外 警方决定要加强拦检取缔 深夜两里很多 高雄市奇山地区的路旁集结了二三十辆的改装车 准备要到山区飙车试验车子的性能 不过却当场被警方拦检 他利用Facebook或者试试的网剧网络 那个那个试试办到本侠来做夜游 改装车声音之大像是来到了赛车场 影响附近居民的睡眠品质 其中一辆轿车正好要回转的时候 被跟在后头的警方逮个正着 车上还载着一名短裤辣妹 他们车灯都相当的亮 非常的亮 从远远处的话 就可以发现到 另外的话 这辆车辆都是有集体行进的一种行为 二三十辆改装车 十三号先在脸书上集结 接着从中台湾来到高雄 这些车辆都有几个特性 底盘超低 引擎改装 再加上改成赛车型的方向盘 所以声音才会这么大 总共举发了事件 改装排气管 轮胎 以及引擎室 就这样引擎改成波轮增压 等等的改装 车辆总共有事件 改装车的车主最年轻的还不到二十岁 他们说改过的车 六秒之内就能加速到一百公里 但是山区漆黑 再加上山路弯曲 万一发生车祸容易坠落山谷 警方决定重重开罚 中天新闻梁家文 薛惠文 高雄报道